一个女人的母爱到底能有多深 为了女儿不被骚扰 她总是让班比穿同装 如果有人指指点点 那么下一秒就会变身恶魔 让她脑子搬家 手指头被切断扔进鱼缸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索影社 肾上腺素飙升 枉飞限定新作 我们在躲谁母女联手反杀全场 请点个赞再继续 让更多喜欢追剧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在女人眼中 凡是说女儿坏话的 必须得去上帝那里报到 她将火灾警报混在人群中 带女儿顺利逃了出去 其实母女俩每个一个月就会换一家酒店 每次入住都是总统套房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大量采购家具和生活物资 将整个房间布置成家的模样 而像这样的生活 已经持续了足足以五年 女人总是一袭黑衣 时刻保持着警惕 一日三餐都是服务生送到门口 她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房间 直到觉察到危险靠近时 才会立刻转移 入住其他酒店 这天晚上 在女儿的强烈请求下 黑马终于决定去餐厅吃一顿晚餐 可桌子大小不符合心意 她立刻叫来服务生 质问为什么歧视他们母女 用这么小的桌子 服务生解释出 所有桌子都坐满了 只剩下这最后一张 然而黑马对这种解释并不满意 直接掀翻桌布 离开了餐厅 一旁的酒店老板看到后 立刻走过来 告诉女人 让她带着她的怪胎女儿 离开酒店 不要影响其他客人 黑马原本不想追究 但听到对方说 自己女儿是怪胎 这是她无法忍受的 于是在荡天夜里 一刀割喉杀了她 当尸体被工作人员发现后 母女俩已经坐上了 去往另一个城市的大巴车 这次 他们要住的是一家 名为天堂的酒店 班比曾问过母亲妹 什么他们一直要不停的换酒店 像逃跑一样 到底在躲谁 但黑马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告诉女儿 只有不停的逃跑 他们才能活下去 否则就会变成别人的猎物 相比之前的酒店 这家有专属的坐诊医生 黑马放心了不少 不过当看到对方 色迷迷的样子后 她就开始担心女儿的安慰 觉得这个医生 是天堂里的毒蛇 很快就到了班比的生日 她并没有向母亲 要什么贵重的礼物 只是希望能在这一天 和酒店里的朋友们去潜水 黑马本来是坚决不答应的 但在吃饭时 听到医生说 这两天会离开酒店出差 既然毒蛇不在天堂 应该会比较安全 在女儿的再三请求下 决定满足她的要求 第二天一大早 班比目送母亲去银行办事 回到家后便开始收拾 潜水用的东西 然而就在即将出门时 医生却突然找了过来 想趁火打劫 班比分力挣扎 最终凭借着灵活的身体 逃过一劫 她一路小跑到后山 躲进了一个树洞里 直到很晚才回房间 看到女儿安全回来 黑妈悬着的心 也放到了肚子里 虽然班比表现得很镇定 说是一整天都在潜水 走得急忘了带勇去 但最了解 她的妈妈还是看出了不对劲 于是借口说 明天一大早还得去银行办事 今天晚上的去小镇过夜 带着女儿连夜离开了天堂饭店 第二天醒来后 班比看到了桌上的纸条 以为妈妈去银行办业务了 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等着 而此时黑妈已经返回到天堂饭店 她发现了吊载 房间里的医生名牌立马意识到 女儿肯定是被她欺负了 于是直接把人引诱到了房间 看到名牌后 男人知道露线了 她表示那天说出差就是诱饵 这样便能有机会霸占她女儿 只可惜没能成功 或许现在我们两个可以试一试 一边说一边还吹起了口哨 黑妈怎么能忍的了 她这么嚣张 一转身掏出柴纸刀冲了过去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拉扯中黑妈被推倒摔在床上 医生的脸部被她划伤 对方直接冲过来死死掐着脖子 就在这生死一刻 黑妈想起了生女儿时的一幕幕 自己可不能栽在这里 否则就没人照看班比了 她拼命勾搭红酒起的 毫不犹豫地插进医生脖子 在最后一秒完成了反杀 几天后两个打扫房间的服务员看到了玻璃上的血迹 这时才发现医生已经遇害了 惹谁都不要惹这个女人 为了保护女儿 她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 酒店老板说 女儿是怪胎 那就直接割喉断指 送她去见阎王 医生想图谋不轨 那就让红酒起的 成为她死前最后的记忆 尽管双手沾满鲜血 但黑妈依旧相当淡定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带着女儿去住其他酒店 虽然警方在现场收集到不少证据 但数据库里没有母女俩的任何信息 他们不用手机 没有信用卡 入住时的身份和名字也全部都是假的 根本就无从查起 唯一的方法 就是将母女俩的画像 发给全国各地的酒店 进行比对 警方调查的同时 黑妈已经带着女儿 来到了一个名叫小仙子直地的民宿 这里地处偏僻 人际罕至 母女俩足足待了好几个月 而眼前的这条小狗 让黑妈想起了一些不愿回起的往事 她从小就含着金汤池出声 实打实的富二代 可母亲对她却有着相当严格的要求 不管做什么都得听从家里的安排 长大后 黑妈和家里司机的儿子谈恋爱 并有了爱情的结晶 母亲认为女儿未婚先孕是家族的恥辱 就想让她将孩子打掉 甚至还弄死黑妈的小狗来表明立场 看着心爱的狗狗死在家人手中 黑妈知道在这个家里毫无立足之殿 于是离家出走病生下了孩子 至于班比的父亲 在他出生前就已经死了 正是因为这段痛苦的往事 黑妈才迫不得已和女儿一路逃亡 来避免家族的迫害 原本打算在小仙子之地 躲住一顿时间 但某天班比出去遛狗时 在一个山洞里 偶然听到了饭店杀手的传说 他下意识就想到 那个杀手是自己的妈妈 于是匆忙跑进房间里疯狂喝水 试图让自己镇定 黑妈想知道女儿到底怎么了 但班比丝毫没提 他在山洞听到的话 直到看见母亲进去洗澡 才开始到处翻找东西 当在大衣兜里掏出柴纸刀的那一刻 班比意识到自己没有猜错 而这时母亲也走了出来 班比觉得妈妈杀人都是因为自己 可黑妈却告诉他 那些人没有一个是不该死的 根本没有必要去自责 黑妈想继续开导女儿 这时一个女人出现开始多管闲事 对他们母女的关系直直点点 黑妈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 她已经拿出小刀 准备给你人点颜色瞧瞧 可此时 却看到老板正拿着画像 仔细端下 黑妈直到他们被发现了 立刻拉着女儿回到房间 三下五戳二收拾好东西要离开 刚走没多远 出租车司机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边聊着一边看向他们母女 有着极强反侦查能力的黑妈 迅速让司机停车 然后拦了另一辆出租车 这次并没有告诉司机的目的地 而是一边走一边看 最后直接去了机场 确认没有尾巴后 黑妈才告诉班比 那个民宿老板警惕性很强 很有可能是个退休警察 刚打算买票 就看到两个人一边打电话 一边下楼 黑妈从行动举止中 判断出对方是警察 立刻带着女儿躲了起来 安全后迅速买了出国的机票 接下来他们要全球旅行 再也不回土耳其 然而警方的速度远比想象中的快很多 没过几个礼拜 他们就查出了黑妈母女所住的酒店 确认无误后 立刻派出特种部队去抓捕 大批鹤枪实弹的特种部队冲进酒店 去抓个侯女魔 然而来到房间后 却扑了个空 母女俩早就从窗户逃了出去 无比愤怒的警长 怎么也想不明白 嫌疑人是如何听到风声逃走的 就在他们要打到回府时 警员报告说 在转角处看到两个人上了出租车 所有人立刻上车去追 对出租车形成了包围之势 可等把车逼停后 车后坐的却并不是犯罪嫌疑人 而是一对夫妻 很显然警方被爽了 那么黑妈是如何躲开特警搜寻的呢 母女俩在这家酒店住了很长时间 女儿班里和大堂经理混得很熟 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不错 在挂掉警方电话后 经理就和黑妈说了一声 警察要找他们母女 黑妈立刻叫醒女儿 打算跳窗逃走 而跳下去后突然意识到 就这样冒然跑到街上 一定会被抓 黑妈灵机一动 选择藏在最危险的地方 母女俩只返回到酒店大厅 躲在黑暗处 眼睁睁看着特警人员 浩浩荡荡的进来 垂头丧气的出去 直到第二天天亮 俩人才又坐车离开 等警方意识到不对劲 调取监控时 母女二人早就离开了那里 上车之前 黑妈还故意露出了不懈的笑容 为了躲避警方追捕 母女俩打算去一座小岛避避风头 可就在出发前去银行取钱时 黑妈被告知提款金额较大 需要签一些文件 她担心期间会出现什么意外 于是先让女儿离开银行 到附近等着 果然不出所料 在和桂园清点金额时 分行 行长已经秘密报了警 嗅到危险的黑妈 偷偷拿了一把剪刀 在行长送来钱的同时 耳边响起了警笛声 黑妈知道自己暴露了 毫不犹豫的用剪刀刺刺行长 把人放在门口堵着门 然后将散落一地的钱装进垃圾袋 随手拿起一架重破玻璃逃了出去 找到女儿后 俩人从小到快速走到了一处旅游景点 接着纵身一跃跳下悬崖 消失在了追来的便衣警察面前 幸好一切都还来得及 他们赶上了最后一半 前往小岛的渡船 持续几百万现金打了水条 无奈 黑妈只好卖掉奶奶留给她的戒指 用换来的几万块钱勉强度日 因为这一次的实力 黑妈整日无精打采 没了往日的神采意义 她每天都在想着去哪里赚钱 来应付之后的生活 女儿看她日渐消沉 就拉着去散步 当来到一处悬崖时 黑妈突然想到 这个地方和母亲留下来的一块地非常像 她立刻联系国内的房产中介 希望尽快把那块地卖出去 也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电话 直到几天后的清晨 终于接到了房产中介的回话 有一个公司老总愿意花钱买地 需要她立刻回来签字确认 尽管通缉令满天飞 但黑妈还是决定铤而走险回国 那可是一大笔钱 值得冒这个险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买下那块地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同时 警方那边找到了黑妈的亲属了解情况 这时才得知 当年黑妈母亲出生货并不是意外 而是蓄意谋杀 凶手就是黑妈自己 母慈子笑 那是母慈子才会笑 面对即将临盆的女儿 母亲不光没有悉心照顾 甚至想办法等孩子出生后 除掉这个那种 而理由只是因为 女儿爱上了一个司机的儿子 偷听到母亲的计划后 黑妈瞬间起了杀心 她趁着夜色在刹车上动了手脚 第二天 母亲就因为车祸进了上帝 黑妈从小就没有得到过母亲的疼爱 在知道自己的孩子要遭受到迫害时 她怎么可能会坐以待毙 这段凄惨的往事彻底改变了黑妈她 带着女儿四处躲避家族迫害 可如今身上的钱马上就要花光 母女俩只好再次回到土耳其 卖掉母亲的地产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不过黑妈并没有立刻去找房屋中间 而是在附近绕了好几个星期 直到黑妈觉得时机成熟了 才跑到离酒店很远的地方 用公共电话给房屋中间打电话 而这也是黑妈的最后一次测试 只要没什么问题 就能立马签约 她和女儿来到中介所对面的楼上 开始观察是否有异常 发现一切如旧后就打算去签约 然而离开时 班比却瞅见了路边的一块镜子 上面反射出来的 正是藏在转角处的黑色汽车 黑妈过来一看 瞬间就认出了那是父亲的车 而不远处的特警也在严阵以待 就等着黑妈自投罗网 不过这一次他们要扑红了 等了几个小时的老头子 发现见不到人后 就给中介打电话 自己要回去了 直到看见车离开 黑妈才放下戒备 他和女儿一路前回来就宅 果然发现老家的房间里亮着灯 中介的估计都被黑妈的父亲收买了 所以他也没再联系其他中介 直接去找父亲对质 看到突然出现的女儿 老人并没有多大惊喜 倒是对孙女念念不忘 不过黑妈赫不会把女儿留下来 拿到箱子里的钱就走了 母你俩没有打出租车 而是直接将箱子扔进了一旁的卡车 老人立刻联系了警方 让他们去追人 务必要找回自己的孙女 手提箱里藏着定位器 警方再次全员出动 很快就追上了大卡车 然而逼停后 却只在车厢里找到了手提箱 根本就没看见人 黑妈身上有八百个新银子 她知道父亲不会那么好意 将几百万拱手相让 此刻正在走廊里偷听父亲的谈话 而班比也第一次见识到了爷爷的狠角 她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根本没有任何感情 买地就是个圈套 黑妈决定一鼓作气 彻底断了这个后患 只要父亲活了一天 女儿就有被抓回去的可能 她让班比留在走廊 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进去 随后轻轻打开门 小心翼翼地走到了老头的身后 可没想到刚要靠近 老头一转身打了她的措手不及 只子莫若妇 她早就摸透了女儿的那些套路 黑妈虽然杀过不少人 但面对高出自己许多的老父亲 还是招架不住 听到打斗声的女儿 再也忍不住 开门冲了进去 结果还没动手 就被爷一巴掌扇匀了过去 这下可彻底激怒了黑妈 她举起钢笔 扎瞎了父亲的一只眼睛 老头惹着疼 随手就是一巴掌 黑妈被打地站不起来 眼看着就要被掐死 关键时候 女儿醒了过来 她捡起钢笔 戳瞎了爷爷的另一只眼睛 然后直接骑在身上 把老头砸成了筛子 母女俩连夜离开了老宅 黑妈从没想过 让女儿的手上沾血 可如今木已成舟 再后悔也无济于事 他们改变了之前住豪华酒店 开总统套房的生活方式 而是偏安逸于找了个小旅馆 开始隐匿生活 可没过多久 仅剩的几万块钱也花光了 无奈之下 母女俩只好到处踩点 准备行情 确定好目标后 黑妈让女儿在家等着自己 她孤身一人抢劫了珠宝店 不料这次却受了伤 班笔拿着仅剩不多的钱 去药店买了绷带和止痛药 尽管戴着假发 但还是背部台小哥发现了不对劲 和网上的通缉令一一对比后 立刻报了警 班笔跟着母亲从菜鸟变成了老狐狸 练就了查阳官司的本事 帮母亲把伤口处理好后 迅速从旅店后门溜了出去 原本想借着人群逃走 然而这次警方换了侦办人员 母女俩还是被发现了 由于受伤 黑妈根本跑不动 只好让女儿先跑 班笔刚跑到转角处 警察就追了上来 甚至都没有警告 直接开枪打死了黑妈 班笔听到了枪响 但她并没有回头 而是换迹在人群中消失无踪 警方连续排查了好几个月 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随着黑妈被枪杀 班笔长达数十年的逃亡之旅 画上了句号 可她真就甘心一直藏着 不想替母亲报仇吗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这里是缩影社 下次开播不迷路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推荐自己喜欢的好剧